在立委邱晨遠的陪同下 台灣民眾黨提名的五位 金融市議員參選人 以突破的方式 前往四選委會登記參選 林玉峰 斗賽 林玉琴 斗賽 季家 斗賽 徐耀生 斗賽 五位市議員參選人一致排開 包括中間區的林玉峰 信義區的季家 仁海區的林玉成 中山區的徐耀生 和安樂區的劉偉巡 我們這次提出五位市議員的候選人 平均年齡都沒有超過35歲 我們知道基隆一直以來的問題 就是人口外移 青年流失 還有就業的問題 我們這些候選人都是在地的基隆族地 他們都願意回到故鄉來做地方的服務 我想我們這次的口號叫 民眾新希望基隆漾進來 漾就是年輕的漾 我們希望把這個新政治 還有年輕的政治氛圍 帶到基隆來 促進地方政治的發展 我想這個對基隆的市民來講 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也是最新的選擇 我們希望11月26號 大家一定要支持我 民眾黨推出的五位優質候選人 包含我們的安樂區劉偉巡 我們的中正區林玉峰 還有我們的新一區的 技嘉仁愛區的李一錦 麥當道女團 以及我們中山區的徐又生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 一個負責任的在野黨 那我們的目標 當然是希望五席都能全打 我們要來成立黨團 讓真正民眾的聲音 可以在基隆的市議會 來去發展萌芽 然後進而對地方的政治 有所正面的一個注意 至於外界關心民眾黨 是否在基隆推出市長人選 邱成遠正式回應 關於成遠的部分 我們今天確定 我們跟黨中央這邊來去討論 把我們的選決會 還有我們的中央委員會 這個討論之後 我們這次確定沒有來登記 這個參選這次的基隆市長 我想有幾個重點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現在目前民眾黨 畢竟是一個新興的政黨 目前的資源也有限 人力也有限 我們全國目前在宜蘭 桃園還有我們的這個 新竹還有我們的台北 都有提名我們相關黨內的候選人 以及我們五黨籍支持 黃珊珊副市長來參選 所以相關的這個區域聯訪 我想北台灣我們會 大家一起來去合作 那因為成遠本身現在在立法院 還是擔任黨團總召的一個工作 我們在明天立法院報導之後 其實我們知道立法院現在非常多的民生議題 還有預算的會議 需要的關注 包含我們的數位中介法的後續 還有我們的殺情案後面 延伸的治安的問題 跟社會安全網的一個問題 以及現在大家非常關心的 柬埔寨的這個詐騙案 後續延伸的這個跨國的打擊罪犯的合作 還有現在目前產業關係的缺高 還有這個能源的問題 都是我們民生非常關注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把這個中央的問政 還有這個立法院的工作 來去做跟地方的一個連結 雖然這次成員沒有登記參選基隆市長 但是我相信服務不打成 我以一個這個部分區立委的立場 跟民眾黨團的總召的立場 我們一定會加強對這個基隆的服務 基隆在地鄉親的這個服務 此外針對是否投入基隆分區的立委選舉 立委邱成員強調確實不排除 只要有機會服務 有機會爭取我們市民的認同 我們都不會放棄任何一個機會 因為成員本身也是基隆的子弟 我們的這個老家在巴土 我們過去也這個在民船伯中就讀過 所以老實說我對基隆有一份 深厚跟這個親切的感覺 所以未來只要有任何可以服務的機會 我們都不排除 我們也會 雖然在這沒有登記參選市場 但是我們的服務跟地方的生根 我們不會間斷 我們的服務處還是繼續會開著 我們的候選人參選人 我們繼續的來去全力的服選之外 也會繼續來做地方 不管說是組織民間團體的一個鏈結 我想這個就是民眾黨對基隆最負責的態度 那至於說大家也會關心說 是不是小雞會不會沒有母雞的問題 我想我本人會扮演類母雞的角色 全力的來去服選 那我們知道北北基是一個 北北基頭是一個共同生活圈 所以未來我們也會跟我們黨籍的 縣市長的候選人 包含我們的科主席 我們都會邀請他們 來跟我們一起做聯合的競選 立委邱正遠強調 雖然這次會登記參選基隆市長 但地方的服務不會打折 他將在立法院持續的關心基隆相親 記者黃燒民集中報導